电视剧《佳南传》正在热播 话说在最新的剧情中 总算是看到江宝宁与李谦的园房画面了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估计李谦都憋坏了吧 她之前因为心疼媳妇 远珠欲望不去碰爱妻 如今江宝宁突然来了剧 我寻你负评子贵 李谦再也忍不住 一把公主抱江宝宁甩到床上 两人彻底结为了一体 然而江宝宁李谦的爱情依旧磨难重重 身为当朝第一大将军 李谦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 而江宝宁也没闲着 她辅佐右皇登基成了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 而且江宝宁还凭借优秀的头脑 自主研发出一挺神机枪 然而就在此时 前线传回恶号 李谦大军落败 性命危在旦夕 得知此事 江宝宁心机如焚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她决定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去解救李谦 有着刚刚研制出的神器 江宝宁一路砍瓜切菜 总算是与身负重伤的李谦救出来了 这段简直将筋骨不让须眉体现得淋漓尽致呀